頭戴聖誕帽 氧氣面罩 穿著蛙人鞋潛入海中 這群聖誕老人很不一樣 耶誕節里他们不是在发送礼物 而是在捡食海底垃圾 屋子海里岸上也有大批聖誕老人 拿着夾子垃圾袋弯下腰 将瓶瓶罐罐一个个捡起 不管是海里还是陆地 清理出一袋又一袋垃圾 里头装了满满塑胶袋 保特瓶还有一捆捆鱼网 这是在东北角举办的 圣诞敬摊趴 尽管只有十几度 低温还是吸引许多大朋友 小朋友前来参加 有什么东西都有耶 像那个塑胶的那个 浮标还是什么东西 还有瓶子 对 还有那个保特瓶 铁的那个盖子 里面哪一些东西是最多的 就是塑胶啊 水温虽然比较冷 浪比较大的情况 可是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情况 来告诉大家 生态的保护是不分季节的 五渡游在台北市 也有一个特别的液弹活动 头戴安全帽 一群重机骑士化身液弹老人 穿梭大台北热闹街头 大阵仗重机队伍超级壮观 让路过民众眼睛未知已亮 各地另类欢庆液弹 不管是敬摊 还是游行应景的打扮 也呈现出不同液弹风情 记者驻丁龙邱小倩台北基隆报道 来见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